一個美中的衝突 堪比類似一戰的這個處境 那確實請教一下邱老師 一戰的這一個背景跟過程 確實相當的複雜 沒錯 我先講一下結論 我覺得大家今天談這個德國的這個 在一戰二戰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很好玩 其實德國在一戰二戰 很像現在的中國 真的是蠻白目的 那其實德國這個國家 其實非常非常特殊 他其實有很強大的國力 跟很好的工作的這種所謂倫理 但是呢 就好像是一個體力很好的年輕人 他如果送到受到好的教育 他可以是一個很好的運動員 可是呢 如果你把他丟到放牛班去 他出來變小混混 所以德國人常常在一戰二戰之後 他們就去反省 那德國後來二戰反省之後 有一段時間的確是表現得不錯 那我們現在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其實第一次世界大戰 因為那個過程真的太過複雜 所以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常常那個歷史課本的帶過去 但事實上一戰的重要性 不會遜於二戰 剛明老師也提到 一戰當中有很多的一些疑序 現在都還在影響 事實上一戰在打之前 只有56個國家 一戰打了之後 全世界變成196個國家 你可以知道一戰有多重要 民族獨立 對 沒錯 然後呢 再來就是1871年的時候 那個普法戰爭 普魯士統一德國 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國 那那時候呢 德國跟法國打戰 法國戰敗 德皇溫烈一世 做了第一件很白目的事情 他選在法國的凡爾賽宮登基 讓這個法國人氣的跳腳 後來就種下這個 整個衝突的這個導火線 那19世紀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列強侵略了亞洲非洲 德國呢 在全世界呢 剛才前面有提到 分的很少 他只有在那個 在中國的那個 那個山東那個地方 佔了一點點的這個領地 那英國包括加拿大 印度 澳洲 法國有一半的非洲 越南 西班牙 包括整個中南美洲 還有德國的 只有站著一點點的 這個天津跟青島 那個地方 所以德國人 其實在整個世界的這種擴張 他其實心裡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再來我們就講到說 其實在整個德國 整個那個第一世界大戰的 導火線上面 主要是在1914年 剛才前面講到 奧匈帝國的皇廚 這廢迪南的這個大公 他是個廚君 跟他太太 那後來就被暗殺 所以這個事情就引起了 奧匈跟塞爾維亞帝國的 這個緊張 所以1914年7月28號 奧匈帝國向這個 塞爾維亞發通牒 那塞爾維亞不理他 所以一戰就爆發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大家記憶點 比較容易弄混 他其實就可以分兩塊 第一塊是同盟國 奧匈帝國加德國加義大利 另外一個呢 是所謂的協約國 協約國呢 是塞爾維亞 俄國 法國 英國 那這個背景是 當中有很多 撥黑地區的大亂鬥 那反正總而言之呢 最後導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呢 其實這時候 德國就跟大家呢 這個一打多就對了 德國一開始 其實在這個 歐洲的戰事 非常的順利 順利到什麼程度呢 順利到俄國 差一點被打垮 那那個時候 英國 法國 也不是德國的對手 他靠的是很堅強的 工地戰事 竹坑啊 這些在抵抗 可是時間19 大家開始打什麼 陣地戰 這種巷戰 持久戰 消耗戰 德國皮態就擺出 那這個當大家英法德 打得亂七八糟 天翻地覆 筋疲力進的時候 美國這時候進來收拾殘局 那美國收拾殘局呢 他是加入協約國 其實美國 很聰明的一點是 他常常會在 戰爭的末期 發現大家不行了 他進來收拾殘局 哪怕他是你的盟友呢 其實他也會接收你的資源 那美國跟法國 英國之間的關係 當然是好 因為美英本來就兄弟之邦 那法國的話呢 基本上是因為 法國跟美國借了很多錢 後來法國還 美國還什麼 還黃金 可是那時候美國掌握全世界40%的黃金 所以到頭來 美國呢是名利雙收 所以美國跟法國英國 一定不能讓他倒 一定要當幫英法 所以我就講說 美國另外一方面 在拉美 在墨西哥 他都有自己的一個地盤 包括呢 去扶植這個墨西哥 開發石油啦 然後幫巴西賣咖啡啊 不斷的擴張 所以美國在一戰呢 雖然是明老師剛才講的小朋友 可是一戰之後到二戰 變成全世界最大的霸權 最後我要講什麼 其實德國 在一戰在二戰都一直選錯邊 包括連現在梅克爾跟這個習近平 這樣不斷的去容忍他 去簽這個中俄投資協定 他一直在錯 所以我覺得我們希望說 整個世界局勢 是不是能夠回到認清中國的本質 共同來圍堵 這個可能崛起的新的極權